台湾每一次发射飞弹 美国就会要求台湾提供一些必要的资讯 就好比说你发射范围射高 你的几乎就是以弹体为主 美国就非常奇怪 它马上可以研判你试射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熊山 熊山的话 如果我的禁航区是包含以蓝宇为主的话 那就是证明我们要发射熊山 就是刚刚好从台东的外海到蓝宇 那个距离是我们发射熊二熊山的一个平台 如果你说你要发射什么 箭二即将式射击也可以 你的船一定会到外海 但是它绝对不会像台湾 它一定像的是太平洋 因为像那个台湾实在是太危险 好这个是第二个 那最重要的 我们就必须要那个讲 从这次的发射 我们说明了一个事实 我们每一次发射 美国 中国大陆 澳洲 日本 好 中国大 那个甚至于俄罗斯 都会来 我这边呢我举那个一个例 就是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测试工山 工山打上去的时候 结果美国第二天就问台湾 拿着照片问台湾这是什么 俄罗斯呢也传真的一向到了华府 请美国确认台湾这个是不是洲际弹道飞弹 或者是弹道飞弹 或者是中程导弹 有没有违反中程导弹 虽然台湾并不是有中程导弹的约束 但是它从涉高上面 它就可以判断 你这枚飞弹究竟是地对地 还是地对空 还是地对海 我们连WHA都没有办法进去了 我们现在没有收任何国家约束了吧 我们高兴打什么就打什么了吧 可是所有的卫星都在看着我 对啊 我现在高兴打什么就打什么 我连WHA都不能进去了 我害怕 还有 管你的 那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次测试完的火焰 还有那个土地 泥土的东西 美国都会送给台湾看 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测试的是什么 如果台湾发展核弹的话 它就会用高爆弹头的弹坑 它用弹坑计算 你这个高爆弹要的弹头 大概是 这载弹量是多少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每一次只要发射这个东西 无论是美国 中国大陆 俄罗斯 日本 甚至于澳洲 澳洲为什么它要来呢 因为它是全球最密集的导弹测试中心 无论是朝鲜 往那个南太平洋打 或者中国大陆往南太平洋打 或者美国的标3 或者标2 去拦截导弹 那你的导弹是往这个地方测试 所以澳洲 它对于亚太地区进行导弹的测试 它都非常的敏感 这也就是说澳洲 为什么它会派间谍船 到台湾外海的原因 对于 我们下期再见